同样关心高雄产业经济发展 不过面对民进党籍市议员的联合质询 市长韩国瑜就备受压力 资讯议员康玉成除了盘点目前 高雄有哪些重大处餐投资案 要求韩市长答复 也针对版税风波提出质询 民进党籍市议员康玉成一上台 就要求韩市长要急问急答 不过韩市长不为所动 市长请回答 康玉成要求主席请韩市长回答 这时市长拿出资料准备答询 却也忍不住说出为何他要被嘲讽 我哪有啊 什么叫做宋小超 我们这么多局处分工授权 我为什么要像小学生一样站在这里 你问我诚心的回答 请回答 康玉成对于韩市长没能正面回答问题 且一再要求让经发局及副市长代答表达不满 认为市长上任后没有好好面对市政 尤其是重大的促餐投资案 目前送到议会审议的就有七案 希望帮市长好好恶补一番 那我是希望市长能够加油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就是一问三不知的市长 到目前为止 他对高雄市政完全没有进入状况 比如说富邦投资案三四百亿 那是全台湾的第一名 他不知道 高雄市过去是招商网 金字招牌 他不知道 春纳的旗金也有一个案子 是他们已经公告上网的旗金的旅馆案 这也是BOT案 他不知道 那他知道什么 随后观光局主命高美兰也在议员的要求下列席 议员针对板税风波提出执询后 则集体走向市长背询台 希望市长能够好好回答问题 不过当市长站起来答询时 议员执询时间已到 议员纷纷离席留下市长继续答询 场面尴尬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道